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 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 林亚区建军社区发展协会 除了请社劳人协助送老人爱心便当之外 李市长还教他们折金纸 再制成金纸异品来祭拜神明 借由折金纸的过程中 洗涤社会劳动人的心灵 而庙宇在接受金纸异品的奉献之后 也会回馈便当的食材 让这样的扇形不断循环 这个叫做青纸龙 这个是九转莲花龙凤 桌上摆满各式的金纸异品 有的是龙 有的是凤 有的还有莲花点缀 有的装满金元宝 这些都是红姐无视自通自己设计的 因为只要哪个庙宇的神明圣诞快到了 她就有灵感做出神明想要的样式 那三角片做完之后 必须要把它拼出来的东西 外面也有看到这种东西 但是我不会也不会去学 那无形中我就慢慢坐在那边很近很近 就慢慢拼拼拼拼拼 让我自己拼出来 所以我等于可以讲无视自通 而且是神明教我的 这些金纸异品都是利用三角片和叶片等纸材组合而成的 因为用量相当大 红姐就利用送老人爱心便当后的空档 请社老人一起帮忙折金纸 由于这些金纸异品是要向神明祝寿的 在折的过程中能够让他们心平气和 也有教化的作用 我当初就让他去折莲花 但是折莲花他心情很不好很暴躁 然后我一直安护他说 你用你的心去折莲花 所以他慢慢慢慢心情就开始变好了 折这个给神明心里很高兴很踏实 然后在折的当中心下就非常非常的平静 这个也不算复杂 只是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蛮好学的 为了要给神明祝寿 洪姐对金纸异品也有深入的了解 除了每个神明有专属的金纸之外 做出的异品还有男女有别 从龙的造型含蓄还是威武 就可以知道敬拜的神明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里面一定要放这个 就是招贵人来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神明给我们开运 运一定要先开 你没有开贵人也不可能来 建军社区发展协会送老人爱心便当快20年了 这两年洪姐才受到感应 大量制作金纸异品供奉给神明 而庙宇也会回馈米面等食材 让洪姐省下不少制作爱心便当的经费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去年登革热疫情来势汹汹 左营区新上里也成为重灾区之一 面对天气越来越热 新上里里长王英化就号召里内的志工全面动员 除了呼吁家家户户要做好寻道清刷四个步骤之外 屋后沟和侧沟的清扫也被列为重点 希望靠大家的努力向登革热疫情说out 刚下完大雨天气转勤 新上里长王英化号召林长跟志工 赶紧来个社区大扫除 寻道清刷 新上里要登革热 out 喊口号提振精神 寻道清刷四个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接着志工们拿起夹子 本机垃圾袋展开全里大扫除 去年我们里是高峰 今年夏天快到了 就发动礼民 还有志工 还有林长 大家一起出来 主要是对民众宣导 因为今年登革热政策就是要自我维护 不是像以前是政府来消毒 那自我维护可能就要靠大家互相帮忙 靠林长出去劝导 靠志工出来大家互动 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发动一礼一日清 去年登革热疫情严重 左营区新上里成为重灾区之一 为了避免再次重蹈覆撤 里长决定加强屋后沟及侧沟的清扫 特别是空地空屋以及围墙四周 列为重点清查对象 我们叫做屋侧沟或者是屋后沟 那其实也希望民众大家一起来做 不要再把垃圾往里面丢 这个真的是登革热的乱缘 尤其那个饮料杯 还有那个饮料的那个没喝完的 往那里面丢那一个礼拜 它就可以掌决绝就会出问题了 顶着烈日拿起标语言诺向居民宣导 不论是志工或林长都觉得很有意义 平常家家户户啊 自己就要按照这个林长的那个里长的指示 我们有做这个标语 爱损 爱抖 爱清 爱刷 让我们的心上里啊 这个登革热要out 心倒 清刷 每一户都是让他们做这些动作 比较会那个可以预防那个登革热 一改过去强力喷药的方式 今年登革热防疫重点 在于加护宣导及自主管理 希望透过李明自动自发遵守 寻导清刷四步骤 彻底向登革热疫情说out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道 您能够想象两条长长的铁钉 就可以做出各种公仔吗 板金退休师傅蔡荣泰 就引铁钉公仔这项技艺 拿到街头艺人执照 他做的铁钉公仔像是三太子出巡 花轿银曲和宋江镇镇头 都是融合地方文化特色 而且经过仔细的考究 精细程度不输艺术品 不论是三太子出巡 还是花轿银曲 或是宋江镇镇头 每个人形公仔的动作和造型 都不太一样 这是蔡荣泰用两条铁钉做成的 在升起街头艺人执照时 还令评审经验 别人在做的公仔 大部分都是弄那个 好像那个水泥 塑胶那个做的 没有做铁的 后来我想说 我们来拿铁钉来做做看 做起来 做这个铁钉公仔就是做抽象的 你做有那个形状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做一直做 越做越多啊 不只是用两条铁钉做出人形的曲带 蔡荣泰还很有研究精神 创作之前到处翻书查资料 仔细考就每个角色 应该搭配的动作和道具 细腻程度不输艺术家 戴这个 曲太太就是小灯科 那么你考到状元就是大灯科 大灯科 所以才可以戴这个帽子 你看这个 外面这个梅婆 梅婆 梅婆要做的前突后窍 你看要挂的金项链 用尽吃奶的力量 一二三 两条铁钉在蔡荣泰自制的工作台上 熬过来熬过去 活泼生动的人形就慢慢成型了 原来蔡荣泰是一位板金师傅 退休之后突发奇想 把这些五金零件重新组装 做出一系列的铁钉公仔 获得老顽童的封号 人家要看你只有拉夫琴 太过单调 后来我给他做这个 有这个民宿的价值 艺术 民间艺术的价值 这个才有看头 人家才要看这个 可是他包含里面 他的艺术不是只有艺术 还有民间传下来 他的风暑习惯 俗称黑手的板金师傅 也有艺术家追求完美的个性 把公仔做得微妙微笑 还融入地方文化 蔡荣泰将属于工业产品的铁钉 搭上文创风潮 摇身一变成为有趣又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 社区好新闻 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关怀战里长辈很流行做石桥手 可以改善身体很多毛病 不过只是单纯的按照口令做动作 难免会有些单调 昨阴光贵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苏月美就发现 配合宝岛漫坡的歌曲来做石桥手 可以搭配得刚刚好 长辈们也越做越有劲 一句七个字的歌词每句刚好八拍 保短漫坡的歌曲节奏轻快 歌词有趣又有意境 搭配石桥手的手势一拍一下 长辈们一下子就配合节奏动了起来 刚刚打手背呢 手背上怎么会痛 不会啊 不会痛啊 促进血液循环啊 这样子哦 所以感觉上身体怎么样 很好啊 拉耳朵 这样子拉耳朵的动作哦 原来两只手手心手背和手指尖都有很多穴道 十个招式就能够把两只手的穴道一一敲打到 趁着手掌热热的拉拉耳朵再盖上眼睛 让气血循环 石桥手的动作简单又有效果 长辈们都很喜欢做 就像说我们在后骨穴每天去打 他会我们的肩膀啊 如果痠痛啊 那马上改善 大铃穴就是心脏 加强心脏 所以我告诉他们大铃穴 那和骨穴是大穴嘛 我告诉他们就这个 这就是 然后手麻脚麻八血线 又换了一首轻快的歌曲来去台东 一样配合规律的节奏和手势 不快不慢 长辈们听到歌曲 就可以很自然的完成动作 协会总干事苏月美 特别喜欢挑这样的曲子搭配动作 就很容易引起长辈的兴趣 跟着动一动 透过音乐的律动 还有它的节奏 然后它会让身体整个心情更好 然后活泼 然后又愉快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再把石桥手穴道按摩带进去 那他们整个感觉会更好 就是身心灵你会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 这么健康的活动 而且把大家都带到这边来 让大家都很有活力 七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都很健康 真的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区 就是要这么健康的 随着音乐的节奏搭配动作和呼吸 让身体整个活动起来 因为音乐最能够触动人类原始的性灵 只要挑选适合长辈年纪的音乐 长辈们就会很自然的跟着律动 达到多活动的效果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关心地团 热爱港督 照顾好新闻 赖 热火遗迹 美丽港督 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 自然就有好心情 我是山芸区安邦理理长黄坤山 在这里向你诚恳推荐社区的好新闻 没有谩骂 只有关怀 没有耸动 只有温馨 欢迎全家大小愉快收看 庆年港督 社区好新闻 庆年港督 深耕在地 左邻右舍 都来看社区好新闻 赖 庆年港督 深耕在地 左邻右舍 都来看社区好新闻 赖 社区好新闻 关怀港督大小事 祝福你每一天都有好心情 关心地风 热爱港督 小乎好新闻 赞啊 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社会局常新中心为了鼓励长辈自我肯定 自我实现 特地集合社区关怀据点长辈们的手工艺品 举办黄金艺狼联合展 活动一开始由真正昌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 带来非洲股打击月 还有龙木社区申福园制作造型气球 分送给长辈 场面相当热闹 男子真正昌社区发展协会的阿公阿嬷们 穿着红色鲜艳色彩的原住民服装 搭配专业的打击月技巧手法 表演非洲鼓 为高雄市社会局常青中心 举办的黄金艺狼联合展揭开欢乐序幕 高雄市总共38个区 总共有200多个据点 那每个据点的话 在他们各自的据点里面 都有办理各种的活动 甚至这些创造的作品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集结了 有总共24个据点来参与展览 那就请大家 希望长辈们能够共襄胜区 除了精彩的非洲鼓表演外 真正昌社区还带来自创的木棒舞 接着大树区发展协会 申福园还在场制作造型气球 带领长辈跳起可爱的兔子舞 场面充满了温馨 与热闹 老人家我就是觉得说 你既然要有在学 然后就希望说有一些舞台 让他们可以去展演 那因为展演 他们会更认真地学习 然后自己 因为我都跟他们讲 你活得越老 其实你就越有价值 因为我们活到老 不是光只走路 然后你要舞 什么都要 你的头也要动 对不对 你的眼睛也要多看一些创意的东西 或是眼睛也要去看一些 那个比较让你很新奇的 你耳朵也要去听一些 别像鸟叫啊 或是说人和人之间 或是音乐那些的 我都跟他们讲 你一定要是 人家说十项全能的 你都是什么 你都要去参与 然后你自己才会 变得自己很充实 然后你好像 我觉得这样不容易老化 高雄市社会局长青中心 为了鼓励长辈自我肯定 并实现首脑并用 特别集结了高雄 24社区280件的手工作品 在中心的8楼 黄金一郎举办联合展 展期自7月21号到8月6号 欢迎市民朋友到场感受 长辈的活力与创意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镇修科技大学 成立乐林大学6年多了 吸引许多退休长辈 其中还有第一届毕业的校友 将近50年 仍然回到学校学习课程 包括韵律舞蹈 烹饪等等 对他们来说 活到老 学到老 不仅充满活力 也可以学到许多生活常识 跟着韵律舞蹈老师 一块摇摆身体 仔细看看课堂上的学员 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长辈 原来他们都是镇修科大 乐林大学的阿公跟阿嬷 成立六年多 乐林大学只要一开班 几乎斑斑爆满 课程琳琅满目 包括了舞蹈 按摩 轻食制作应有尽有 像这堂肚皮股的课程 还找来世界级比赛选手教课 每个人就像是回到学校一样 仔细聆听 专心学习 他们在半个小时 他们也是都很认真的跟着 对 其实他跟小学生 比如说更守规矩 或者更听老师的 那一定的 真的 比小朋友还要乖 男生啊 从退休之后就比较难 踩出那一步 所以我就有一个ideal说 什么叫concure 不是他看你的手叫concure 你也可以看他的手去 从社区的散步开始 吃完饭就去散步 慢慢散步完了之后 他就会养成习惯 是这样子 鼓励他们走出来 因为你要跟他一起活到来 和许多社区关怀站一样 学员一样是红花多 绿叶少 不过这里的阿公可不会害羞 左摇右摆 开心得不得了 像这位周伯伯 郑修第一届毕业生 踏出校门都快50年了 如今回到学校 加入勒林大学的行列 觉得很有意义 而其他的长辈看法也相同 以前的感觉啊 男人在退休以后 在家里就是看报纸啦 吃饭睡觉啦 自己出去散散步 出来这边还可以 交交一些朋友 还可以大家出来活动活动 很好啊 表现得出来 跟以往都不一样 而且这个课程的话 很适合我们这班的人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 对于这一班的话 期望非常的高 而且大家很热心的来充 来参与啊 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辈如何规划退休生活 才能让生活退而不休 勒林大学课程包罗万象 不妨考虑加入镜头前 这些长辈们的行列 摇摆一下身体 让心情更加开朗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南海仲裁案判定太平岛为岩礁 这个结果举国哗然 由于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户籍上是属于高雄市 骑津区的中心里 因此里长郭茂盛打算向国防部以及海巡署提出申请 邀请骑津区的李干事和其他里长 一同前往太平岛捍卫主权 手上拿着报纸 骑津区中心里长郭茂盛 仔细关注南海仲裁案的最新消息 自从太平岛被判为岩礁后 里长情绪难以评估 原来太平岛隶属于骑津区中心里 按照规定太平岛是郭里长的李林管辖区 对这次太平岛争议 里长打算号召骑津区其他里长及李明登岛 初步估计约有五六十位民众打算参加 只是申请过程遇到不少困难 里长希望国防部或海巡署能够协助 不论搭船或坐飞机都可以 言谈之间也抱怨政府缺乏魄力 我感觉我们的国家也是要强调 也是要应用起来 不然你都记者都在摸 我们自己也要先事之前 不然你常常都说白人的 没没没说太平岛没他 我们的主缘也没他 里长说年轻时去过很多次太平岛 特别是周围渔场丰富 以敌雕类为主 里长很希望能为涉及太平岛的住户 挂上门牌 除了象征主权外 也要向外界说明 太平岛是属于中心里的一笨子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纵头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年是国立的8月5号星期五 农历的7月初三 适合开市、纳财、祭祀、会亲友 不适合冻土、破土、治病、安葬、冲牛煞西方 44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主播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阿爸是头水塞 严真的感情、辛苦的伯娘 是我对他最亲的印象 不管是头有何拍照 他都是严真打拼 就是要让家里的人最好的生活 轻人工都油耍电视 就让你爸爸节快乐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准备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官邸也有什么天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以来 从高雄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青联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去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去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上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知怎样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穿心 好好的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精神 看见在地人的心 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每缕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 和您一起越高雄 去年港督有线电视